年底大選慢入倒數階段 今日武黨籍台南市長參選人林一峰 受邀赴後備區台南公媽祖廟參拜 由於林一峰拼經濟理念或民眾認同 惠中西北地區共59間公廟主委也都到場支持力挺 希望未來市長都能為地方帶動經濟發展 改變台南創造多營局面 惠中林一峰表示 林一峰主委長必須就要有租約 如果等台南省加立約 我們台南市就說客房這裡要多兩個工業區 要多兩個科工區 要多兩個觀光景點 我有在說說一個俗關最大大飯店 7000個叫 只要杜拜這樣 比較要求外國人還要台灣人就要求 第二點要減一個三個頭三個頂頭 會比較減作最重要 這個最新的 他們現在頂頭都沒有 我們做三個行的 因為法國是四個日本是圓的 我們做三個 只要在我們幾百隻這個水潔所在一起 比這兩個觀光景點兩個科工區 林一峰強調 台南人不能再做三等公民 尤其房屋稅 低價稅都被市府不合理徵收 他誓言要改變台南 我們的水金有起相關 外國良心的 我告訴你 很難得 很難得 我們台南市真的 要做一個大大改善 如果他做市長 賺如果沒有三萬的 市政府補助到三萬 大家我們這些市民 台南市的市民 都把賺到八八百 出門 走路 都有風 所以市長一定要選任二峰 你老龍求婦的 都可以來我們市政府給他認證 不通認證到會通 所以市長也是要選任二峰 我們任二峰 鐵人 特條路就要 我們台南市特條路就要 通通通 太陽宮主委王子豪也說 不論任何政黨 老百姓最在乎的還是經濟問題 選擇最重要 經濟最重要 美國總統在選擇也是經濟掛帥 什麼政黨 大家都有共識說經濟最重要 如果可以找一個可以為台南的經濟 各方面來發展 因為林立翁董事長 之前有接觸過 我聽過他蠻多的理念 符合現在台南的需求需要 有一些委員就講說這個應該選一個可以大家 可以支持 可以來為台南市做點事情的人來這個情形 前國民黨南市黨部主委 莊松旺則說 如果台南要改變就選林一峰 台北選一個科批 台北改變了 台南要改變 來選任二峰 所以他這邊才選 完全是為了地方 他沒有要收人的錢 你看看這款的氣氛 我剛才第一次聽到 所以台南要改變 我們這邊改變一下 讓現在的政府 在那裏檢討 讓這個當頭辦好了 莊松旺也認為 台南就是要選會做事的市長 下一代才會有希望 也讓這股林一峰話題持續延燒 記者讀書到台南採訪報導 feels可… 解… 解…研究… 谢谢观看